这个是那天考试的题目 所以老师要你们看一下答案 然后挤着自己的温习 我们看第一题 第一题 他要你放 positiv或者negative 在这一些空格里面 所以放在这些空格的话 你们要记回去 那个positiv等于positiv negative等于positiv 那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这边是 1 over 2 这边是negative 5 这边是positiv 4.3 它要largest value largest value是 也positiv的号码也好 所以positiv或者negative 然后如果你们记得到的话 negative negative会把它加起来 所以我这边会放一个negative 然后这一边呢 我就把它加起来 alright 所以如果你们用 calculator算 what over 2 减 negative 5 加4.3的话 你会拿到9.8 ok 下一个题目呢 是negative 4.2 这个算是比较大的号码 所以我们要把它 能够converge 让它变成positiv的号码 ok 所以positiv加negative会变negative ok 然后呢 像刚才这样 这个是negative 这个是negative 我把它放negative 所以它变成 减4.2 加1 over 2 minus negative 4 所以你们送对的话 这个会变成 0.3 ok 这个是第一题 ok 第二题 ok 第二题 它叫 at temperature at a place at sea level is 8 degrees celsius 所以在一个海的地方 alright 它是 8 degrees celsius the temperature will drop by 3 degrees celsius every kilometer above sea level 所以它往上 它的温度会掉 3度 ok so它要你 算它的温度 temperature at a place 5 kilometer above sea level ok 所以它每一个 Kilometer上 它就会掉 3度 如果我们用图案来代表的话是 它上1km 它掉3度 如果现在是8的话 它掉了3度 现在就剩下 5度 这个是1km 然后它再往上1km 它又掉3度 现在那个温度 变成 它掉3度 剩下 2度 所以 再往上1km 那么它又跌3度 又跌了3度 现在它变成 减1degrees celsius ok 现在才3km 所以再往上1km 所以是3degrees celsius 现在它的温度变成 减1-4degrees celsius 那么它就往最后1km 上 它又掉3度 它又掉3度 现在变成 3km 每一次上1km 每一次上它掉3km 它掉3km 3degrees celsius 因为它是3degrees celsius 3degrees celsius ok 第三题 它讲 3degrees celsi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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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看的话 这边有30 第一个号码 一样的是 30 所以这一个 两个号码 sorry 这个60 出现在12跟30 所以它可以被除的 所以我们的number 是 60 而且还有smallest value 这是第一个 你们看到的 那一个 ok ok 第4题 hcf hcf 是 我们要除 所以刚刚好 这边有5个号码 36 然后 42 56 72 最后一个 96 从最小的号码先开始 2 所以2了过后 这个剩下18 21 28 36 然后一个是 最后一个是 48 所以 这些号码呢 我们要看一下 可以再继续除吗 因为 hdf 它一定要 全部能够除 不能够除 不能够除的话 就要停下来 后来我们看 如果我再除2的话 除2的话 变成21 就不能够够 如果除3的话呢 就28不能够够 所以是讲 这两个号码不能够够 然后就没有别的号码咯 平常的 ok 所以 我们的 hcf 是 就是这样 最后一题呢 最后一题 其实是我们讨论过 给上一个科目 上一个考试的时候 所以 你们再看回去那一个 老师这边再讲多一次 不过不会仔细的咯 所以这个房间呢 是7.5米 然后 9.6米 alright hcf 他要用 四方形的 码块 把它铺在这一个地板 所以他现在要问你 他最大的码块 能够把这一个地板铺好的话 又不用剪 又不用割的那种咯 把它整个盖完的话 所以他要的话 是cm 所以要cm的话 我就必须要把 7.5m 换成cm 所以是750cm 然后9.6m呢 就要换7cm 所以是960cm alright 因为他四方 我们要找这两个 能够介绍的 可以被除的号码是多少 因为这个号码算大 如果我从2开始的话 是没完没了的 所以我用10的上去 ok 所以30 我就用一下 然后这个剩下25 你一个就剩下32 ok 如果我用5除的话呢 32就不能被除了 如果是用2除的话呢 25就不能被除 所以我们要停在这边 所以他的能够接受的 他的装块呢 的尺寸是30 因为两个字一样大嘛 它是四方形 所以是30 所以我们装块的 尺寸是30cm 乘以30cm 如果你答案写30的话 是还没完成 因为他要的是 size 它的尺寸 ok 就是这样 所以考试加油哦